一桥连海文,天欠变通图 中国首座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跨海桥梁 海南海文大桥,3月18日正式通车 将海口市至著名桥乡文昌铺前镇的车程 由一个半小时缩短至20分钟 据悉,海文大桥为国内目前抗震设防烈度最高 设计基本风速最大的桥梁 突破了在急震区跨越地震断层带 建设特大桥的技术难题 海文大桥从2015年开工建设 项目全长5.597公里 其中,跨海大桥长3.959公里 桥头引线长1.638公里 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桥梁宽度32米 总投资26.7亿元人民币 那么这条桥一通化 建设好通车 它就标志着我们重大技术设计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质量的提高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工程 它为输短的海口到文商 社会经济生活 各方面的发展 定定了良好的技术 缩短的时间提高了效力 当天,大桥开通现场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围观 今年72岁的铺前人邓少东 得知海文大桥将要开通 特意新手制作了一枚印章仪式纪念 他告诉记者 儿时,从铺前到海口路途曲折 需要辗转几个小时 大桥的开通 缩短了他的回家路 也圆了他的梦 换过了几十年了 我这晚上也高兴为这个桥的海空 喝了一张 叫做海文大桥 我们老家在府前 以前到海口来得很不方便 要坐船 直接到海口 或者坐船 坐船再坐船 都还好 或者从大志伯那边要大学完三四个小时 都还好 所以都是很困难的 现在的方面多了 现在有二十多分钟 半个小时 我坐在天堂 一在银海这里 过银海就到了这里了 二十分钟到家了 远眺大桥 其造型为文字形 寓意文耀海天 海文大桥横跨铺前海湾 东街文昌滨海旅游公路 西街海口江东大道主干区 是实现海城文一体化的交通控制性工程 大桥通车 解决了海城文区域的交通瓶颈问题 为桥乡文昌 融入海口半小时经济圈创造了交通条件 海文大桥的建成 也将有利于穹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 完善海南交通路网结构 与着工程应该病安装 字幕提供 顶部多道主干区旅游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